台灣蘋果米所期待的iPhone 6與iPhone 6 Plus 26日在台灣正式開賣 正如網路先前流傳的iPhone 6 不只外型變大 更在處理速度有顯著的提升 但這兩款手機有什麼差別 手機業者表示 iPhone 6 Plus尺寸比iPhone 6還大 此外還加強了拍照防手震的功能 它的相機的部分有防手震 針對拍照部分的話會比較好一些 再來5.5是比較以往不同的尺寸推出來 所以5.5它其實比4.7吋的話 其實執行速度會有些快 為什麼一樣的規格會有些快 因為蘋果會針對5.5的部分 因為它的電池夠大 效能可以讓它浪費電裡面一點點沒關係 它把它效能不會限制這麼多 就是讓它優化一些這樣子 雖然iPhone 6的功能設計 比前代好上許多 但在外觀上被部分民眾所詬病 手機螢幕是曲面玻璃設計 導致保護貼無法完整貼上去 另外iPhone 6比前代手機還要更薄 有許多消費者使用後發現 放在口袋裡做久之後 發現手機有折彎的現象 因為它做的是曲面玻璃 導致說你保護貼要貼上去的時候 不是滿版的 導致說我今天貼上去的時候 為什麼我的螢幕好像被切掉一點點 我4.7吋都被你保護貼貼了 變成4.6吋了 因為它變大了 可是又變得比以往的機質 還要更薄了 可是就被考慮到說 它這次做出來的彎曲 很容易就是折彎這樣子 至於會不會影響銷售 手機業者也表示 蘋果手機因為獨立的iOS系統 相較於其他廠牌比較穩定 加上推出大螢幕手機的iPhone 6 Plus 使用大螢幕的消費者 都會轉向買蘋果手機 雖然這次的iPhone 6外觀上 有許多消費者所詬病 但許多消費者都是因為 Apple的品牌加持 到底蘋果這品牌有什麼吸引力呢? 就讓消費者好好的思考了 東線新聞 陳敬雄 吳明峰 台東市 參與報導 中文 吳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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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峰